陸會長,你好 你好,李師傅 我們大聖劑掛資訊講又開始了 今天是第五集 沒錯 師傅,其實我覺得文武是一種相配合的 這個年武的人可能對文學有些感覺 我們看到一些資料,看到金凱斯公 他在武館上的一幅相 就有講了一兩句說話 是 知我者其為春秋,乃所怨則學夫子 這兩句說話好像是出自一些古書 為什麼呢師傅 是啊,其實除了這兩句,他的環規是正氣的 正氣的 我可能是一個武術家 其實都可能對這個得行方面都很著意的 很希望你能夠在這方面多加注意 正氣給我的感覺就是 你不要做壞事啦,要做這對的事啦 這個就提醒我們不要旁邊坐到 至於你說,那兩句說話呢 其實我的水平就有限 我亦都請教過一些朋友 作出一些解釋力 你說,知我者其為春秋 其實春秋就是表示歷史 知我者其為春秋 可能就說金凱斯公對自己的公職 是能夠足以給歷史來評價 因為它影響很深遠 至於你說,乃所怨則學夫子呢 其實夫子就是老闡解釋 即是說可能他和孔夫子都同樣有一個理想 將他所學到的技術或者文化呢 是傳承給任何一個人的 那你會不會知道 師公他一直都是掛在這兩個對聯 在他的武館那裡 是的 一直都掛在那裡 這個應該是在堅南道東民眾國術社的武館 據我所知應該就是 是很久,我很小時候就見到的 甚至可能是因為那個武館拆了 因為要改建了 整個武館拆了 那之後呢 這樣才可能移除了 OK 即是他也是作為一個宗旨 即是做人的宗旨 即是一生去遵守 是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們了解一個習武的人 或者一個師傅 就不是光從他的武打那裡來看的 就是看他的其他方面 他對這個方面有這麼質著的追求 可能都是他一個自己的一個作有命 因為你練武功 你只會打功夫 好用的 你我的要求就是得藝相修 沒錯 你功夫要好 但你的人的品格也都要好 這樣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武術家 OK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先 好 接著我們再將我們第五集的基礎篇裡面的一些招式 我們想再拆解一下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余師傅 教練準備好了 好 那我們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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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試一下 記得踢腳轉身的時候,反多點,是啦,是,這邊也是,反多點,是啦,這樣做就對了,要記住了 我想問,這個駕彈和第三掌,為什麼要左右做呢? 其實我們的招式都有攻防技術,你沒有規定對方一定左手打你,或者右手打你 我一個招數裡面,我們兩邊都練習,兩邊都是實習了 我們不管你任何方向,左手右手,我不要緊,我這邊,我右手,我這邊,我好像已經同一邊左手 所以每個招數,盡可能都是訓練到你左右手,都是能夠運用治愈,這樣才是很厲害 我想問,如果這個駕彈和這個劈山長是怎樣運用? 如果運用方面,你可以從一個比較簡單的層面去看 例如一些初學者,或者理解不是那麼高的,可能駕彈就是,是,一錘,這樣打 另外這邊,我繼續有一錘,這樣打,這樣就失了一個,我們叫做連環進攻的方法 我們公平一定要連環勝利,我們同樣都是駕彈,駕彈,但是兩個招式其實是有分別的 但假設我們,左手先駕彈,好了,我不是一定要等你進攻的 我第一時間進攻,我直接給機會走,這個都是由下向上提起 我手臂都是平的,我這個架彈,我不是一定做一個防守 我馬上進攻的話,這個防守,馬上另一邊就變成一個進攻 我這個,是將我兩個架彈的深層次不同了,另外,砍在那裡,也說,砍在那裡,首先,你可以說,這個擋 砍,落空之後,這個都被空出來,怎樣的那個自己呢?馬上離身,把手打出去 那你先說,如果不是,一砍完之後,好了,自己的手臂都垂直,整個身體都空了出來 那你就實體了,我說,不是,馬上,順勢呢?因為這個速徑,我馬上把這個圓的勁 變成了速徑,用腰,你將手臂打出去,兩邊都是同樣的運動 那就比較是一個,怎樣都能夠應付到,還有,將我的招式完結了之後呢? 不是完結,是第二招的開始 好,謝謝 匯長,今天我們來到灣州,有什麼好介紹呢? 哦,我們來到這裡當然說工作坊 是 因為呢,九月份的工作坊呢,就是因為這個疫情關係呢,都是我們被迫取消了 是的,沒錯 那現在呢,只能講,你安排了十月份有兩場的 兩場多 那第一場呢,就是十月十號,在旺角的上海街路一百號,就是有一場 是 那另一場呢,就是月尾了,十月三一日呢,就是來到我身後這個灣仔活動中心 其實就是灣仔道的,灣仔街市,很容易找的 沒錯,很容易找的,就是灣仔街市附近來的 那這一場呢,就是我們的地方比較大一點,希望大家呢,就 就踴躍報名啦,因為補回我們之前的工作坊 這個應該是,如果按照我們整個順序呢,是第四場而已 第四場 第三場就受好了嘛,那就是第四場 那希望大家呢,就踴躍參加我們的工作坊啦 那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好,大家好,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公禮公燈 這個公燈呢,在早在七、八年前呢 在這個冷中那裡,有一個聖美的公燈師傅呢 是,輾轉臨行到廣東的國門 他就將這個旗艇帶到廣東 一直到他的後人呢,傳承到現在 在上世紀的四、五十年代呢 他傳到一位叫做李法的後人呢 他將這個業務逐步逐步移到香港 並且將它建造成一個現代的公燈 軟銷海來外 成為很多海外環營餐館的一個標誌性符號 那麼呢,他的程度同時呢 是參加了香港公營的十幾屆那麼多 莫獎的事數也不少的 在八九十年代呢,這個公燈那個工藝呢 就用回到江門,香港一直是做回這個業務 那就是,他在2012年的時候呢 是成為江門市廣東省的秘密質文化遺產 而在香港的秘密質文化遺產清單裡面呢 也成為一個增保的行動 在這個工藝工燈裡面呢 我們看到,粵港兩地的文化呢 是非常之共同共通的 但是兩地的人呢 都是不斷是為推廣這個傳統的 傳統文化呢,是共同武力 一起去並肩作戰 多謝大家